高级练习67 上期节目我提到过这本教材与我的故事 它几乎弱智的简单和水叶码的排版 让当年刚学起的我 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我很虔诚的从头练到了尾 不到半年时间 我就练到了倒数第二课 也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 Blue Spurs TV 我当年最喜欢的布鲁斯练习曲 也是我的布鲁斯启蒙曲 其实它已经有点难度了 但120的速度呢 稍微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弹下来的 直到遇到了最终BOSS 高级练习666 哎呀不含了 收到了一下不好意思 高级练习68 这个最终大BOSS 就和这个前奏一样 两厘能力 速度一下子提升到了150 音符密集多种技巧硬接不下 与秦烈有好的练习曲 形成了强烈的反唱 秦烈所有的曲子我打下来都没用半年 但这个大BOSS 我打了20年了 其实我一直不太明白 为什么取名为Full Metal Racket 满是金属的轩呢 既然这样翻译太生意了 也有人信达雅的翻译为 金属高潮 但我觉得也还不够准确 我认为最能表达 作者本意的翻译为 传金属梦球拍 因为有的时候球拍就是吉他 吉他就是球拍 他们都是工具 服务于不同的主人 当他们进入了主人之后 就会输入图习68 逼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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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当 怪我了 是你们太太了 弹不下来别乱摔吉他哦 五十八有解军筹 如果大家对这种古董教材感兴趣 这本应该还买得到 上面就收录了我练过的那本重金属吉他自学教程 配套的音频也换成了光盘 音质比刚才我给大家听到的词来好太多太多了 还新增了示范视频 作者可以说是下了血本的了 这个澎湃的视频 也让大家对单线圈使用器 不能谈重金属的顾虑烟消云散 能谈成这样 你不知道有多牛肠 尽管谱子里其实是有千许错误的 但都被视频里这位毛衣大哥 严谨的还原了出来 比如这里 还有这里 真的谈得很厉害了 当年能跟着半奏谈下来的哥们 都是有一定天赋加持才行 后来刘成老师又找了另一个哥们 又拍了一个视频 披肠直望 加黑 加黑吉他的形象 更符合这首曲子的暗黑气质 他的手法也更邪熟 音色更大 不过 在尝试了很多次之后 我依旧是弹不下来 顿感我手上的41寸米鸟 不香了 后来改去练毛笔 心情就好了很多 上大学期间和工作后 我时不时的将吉他拿起 又放下 再拿起 又放下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 我再也放不下他了 再次拿起我的球派 弹起这首 高级练习 68 高级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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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练习